我们再来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15号宣布 提名著名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 观影山出任驻伯利兹大使 因为伯利兹是台当局所谓友邦 这项提名在岛内引发了高度关注 据台湾亲历媒体16号炒作称 这项提名凸显出拜登政府 对与伯利兹关系的重视 而伯利兹是与台当局的少数 所谓友邦之一 美国通过提名知名的观影山 表现出示伯利兹为重要地缘政治盟友 据悉伯利兹的面积为2.28万平方公里 2019年人口数字不到41万 去年是台当局第150名贸易伙伴 被拜登提名出任美驻伯利兹大使的观影山 今年41岁 宿集广东中山 是美国最知名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之一 曾五次赢得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 九次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 职业生涯累计获得43项冠军头衔 最近几年观影山与政治走得很近 2015年6月 他宣布加入美国前第一夫人 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团队 2019年又出任拜登竞选团队代理主任 主要负责拉拢政客名人 安排他们在竞选活动中为拜登美言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提到 中国海南大学一个研究团队 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特进行量化分析研究 试图通过他在社群网络上的互动 找出最可能影响其美中政策立场的人物 结果观影山排名高达第四 当时就有台媒猜测 观影山或成为中美关系的火起 事实上 近来为协助台当局稳固所谓友邦 美国可谓煞费苦心 此前外媒一度传出所谓台虹邦交不稳 有美国高官曾在12月10日宣称 只要宏都拉斯维持与台所谓友邦关系 华盛顿就准备增加对宏都拉斯卡斯特罗新政府的经济援助 党内媒体为此把民进党当局的外事关系称为外包 台湾联合报发表热论文章称 民进党当局找美国当靠山 从大洋洲到拉丁美洲 台所谓友邦几乎主要都是靠美国稳住 外包当然是一条最简便的快捷方式 然而一旦逆浪便无以前行 甚至可能翻船 文章说 蔡英文说的没错 以加拉瓜断绝外事关系的决定 涉及复杂的国际政治与两岸情势 但是她说不出口或不敢说的是 当她把外事关系都外包给美国后 以失去自主性 只能被绑上火线 这就注定了台湾的命运 更将随着地缘政治与国际情势的变动而飘摇 游客